马来西亚教育部宣布 小学在三月分梯重返校园上课 开课前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举办迎新日 从学前教育踏入小学门槛 一年级学生对新环境充满期待 对新朋友有说不完的话 来到小修时间老师耐心引导孩子 学习团体生活 对我觉得当我们真正上课一段时间过后 我觉得他们就更好地 可以把他们在暗语广华学到的音乐 这些东西都实践出来 因为第一天我觉得 大家还在熟悉环境中 迎新日新生熟悉校园生活 老师也重新找回 阔别已久的实体教学体验 我蛮开心的 因为在往上上课 其实对往上课 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影响 对法学这么有效率 就只要因为功课很难教很难顾 然后如果回来的话 会比较容易去教导学生做功课那些 疫情下学生要在新常态下学习 期许孩子早日适应 开启学习新篇章 大海新闻 李显宁 李文杰 马来西亚报导 对签讯 包装 大海新闻